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意思 那么那个时候天文学家看到后起不就哭了 没错 这个时候最初老干部杨维德勇敢地站了出来 说他是一个吉星 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方记载 所以观众朋友们 你们应该已经猜到了 我知道我知道 今天林老师才有说过 他应该就是现状星云 自此过了近900年 一位美国天文学家测定现状星云的膨胀速度 从而推断出 他一定起源于11世纪的中叶 那肯定有很多天文学家 要去寻找现状星云的记录了 没错 最早挖出的是一本日本的古籍 那他的记录是正确的吗 当然 不是了 按照天文计算 他记录的时间里是不可能看到超新星爆发的 那很可惜啊 那还有其他国家的记载吗 当然还有了 在美国印第安保留区 发现了一幅10到12世纪的研画 拥有相关的图案 10到12世纪 那不对啊 这个时间跨度是不是太大了 没错 由于研画的具体时间难以推定 所以不被主流所认可 那还是只有中国的记载了 没错 官方认证的只有我们中国的记载了 我们中国的古代天文真的是好厉害 所以今日的分享就是这些 我们是老郭与小董 下次再见